嗨大家好 我是杨小胖 关于38号评价凡尔赛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上很多人在骂38号是大主 对吧 首先我比较还是 因为可能 从小就不能说从小吧 对吧 很多年前一直看38号的解决视频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车评人 对吧 能还说没有质疑的 但是这次呢 他也被喷的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对凡尔赛评价 对吧 很起 引起了很多法系车迷的不满 首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 我也开过法系车 对吧 我承认 法系车的做工和用料 确实挺牛逼的 对吧 确实是挺挺真实挺好 我承认 但是法系车这个设计 在以前多少 在说设计是很多大反人类 设计不那么合理 所以说很多人就调侃 其实法系车我卡下来也高 无论是高速还是市区 你要知道 法系车是万年不变扭列行 对吧 但不得不承认 我认为我开过点 同级别他牛逼南调教的真是挺好的了 说实话了 我也上高速跑 对吧 这个稳定程度 我感觉 其实我自己感觉也不差 不至于得戏啊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对吧 但是你要发现 你突然发现在互联网上 法系车是较好不较弱 都说法系车好 但有几个真正愿意 真金白银掏钱去买的呢 对吧 还有很多 法系吹 把法系的牛逼梁啊 对吧 把法系都吹上天了 这个东西说完了 我认为啊 就是任何东西对吧 都有他的好 都有他的坏 这个东西反过来跟我们养狗一样的 对吧 你就养狗的也有好 养狗又那种极度极端的 对吧 养狗那种 他过级 过分极端 他也不是一件好事 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 李小龙大家都知道 对吧 每个人在每个人心中 李小龙的定位都不一样 有的人上面李小龙天下无敌的 对吧 这把人叫龙锤 还有一部分叫龙黑 因为李小龙狗屁不是 对吧 我那属于啥呢 属于中间这个点 我承认李小龙为这个武术 中国的传统武术 对吧 包括一些这个自由危机的理念啊 中国的格斗理念 在社会中 在世界的影响力很大 知道吧 但是我认为李小龙的实在能力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 对吧 他有成就我承认 但是他这实在能力 在我看来 基本 基本没有 不能说完全没有 跟所谓的真正意的专业选手 职业选手碰上 他可能 在我看来就很平庸 甚至在我看来 可能他就是个业余选手 这是我个人的评价 知道吗 跟这个法尔赛是一样的 那法尔赛很多人发吹 对吧 把这车说的就跟料龙 把料龙冲成神话一样 那假如恨不得天下无疑了 但是他实际是这个情况吗 他并不是这个情况 如果对待龙狠 对吧 我肯定也不赞成他们的观点 但是面对龙锤的小人 我更愿意反驳龙锤的观点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对吗 我认为38号的评价 这个法尔赛多多少少也带着一些这样的观点 就是像大家直观的情形 没有任何一台车 是像大家说的那么神 大家应该理性的看待买一台车 对吧 我们都说日系车怎么怎么的 皮尔薄馅大 不那个皮尔薄馅脆的 对吧 说不进创 但是你必须得打脸成人 日本车在全世界的销量应该是最好的 那你这个东西你说什么 全世界人都是傻的吗 其实并不是对吧 就是怎么说呢 每个人对每台车有自己的理解 有自己的了解 对吧 特别像这种法系车 很多人没开过 就闭着眼睛数 就跟我说 这次的 廖老龙就能打 对吧 你说别的没用 你怎么知道能打呢 看电影看呢 那出的速度都快 网上各种数据 这个东西明显 它不不切合实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懂 你不明白 所以说你会上成这种概念 就像我似的 你让我评价一台车 我没办法正确的评价一台车 为什么呢 我才开过几台车 对不对 有些人甚至一辈子 到目前为止 就开过那么一台车 然后你去评价这个车好 评价这个车坏 它可能是主观的意愿 那不可能 对吧 你可能你买个这些车 你感觉不错 那你成为日垂的 对吧 但是你真正开过德国车 开过德系车 开过法系车 开过英国这些车 你没开过 所以说你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 所以说我相对 我还是比较战斗38号的 他并没有说把这个 法尔赛贬的一文不值 他绝大部分的观点 对吧 都是在针对这些所谓的法系处理 让大家理性的看待法 法尔赛这台车 法尔赛首先 我自己认为他也是一台不说的车 但是绝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像法 很多人说的 法尔赛那么牛逼 对吧 如果他真的那么牛逼的话 现在人不是傻子 他早就卖起飞了 在我们看一看 他一年的销量 一月的销量是多少 换句话说 在我这个偌大一个沙阳市对吧 标志士来店没有了 雪铁龙士来店我不知道有还没有 据我说的好像也没有了 这还不能说没问题吗 对吧 你载好的车 售后都得不到保障 一切不都是空谈吗 好 先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